你要想好唱什么歌 他们精力很慢 下面给各位老板带来一首 曹阳的微光 谢谢大家聆听 我是微笑的光 难过去和谁讲 在自己的世界等天亮 只是微笑的光 找不良一米的地方 凭什么要求被原谅 谢谢大家 姑娘我想问你 因为在以前选手来求职的时候 唱歌都是被我批得很厉害的 我认为这个跟职场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要选唱歌 其实我刚开始准备的才艺 是配一个日文的小对话 但是经过刚才一轮简单的介绍 我觉得可能讲日文 大家确实是听不懂 所以我就想 虽然我唱歌比较难听 也会跑掉 然后就展示一下我的歌 然后如果有哪位老板能够互动 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环节 就算老板跟你互动 跟你求职有什么关系 而且你展示日语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才艺 曹西 我以为我们这个叫才艺展示 对吧 那你想让人家干嘛 不是 她如果说真的是用日语 说一段对话的话 其实是有好处的呀 她唱就唱 但是关键是你没有准备好 你注意到她刚才是这样说的 她连接得非常紧密 感谢各位老板来欣赏我的这首歌 我姊妹马上就接着就唱 中间琴都没有停一下你知道吗 这个换气好快呀 然后你也不准备一下伴奏 对 因为我其实就是想着轻唱一下 我就没有准备那个伴奏 就图老师她今天很奇怪 就宇童 你今天是不是被逼着来上节目呢 就从你 刚才那个贺东东也说了 就你从台上走下来的时候 那种无奈感 就苦着个脸往下走 回头剪辑的时候 可以把那个再剪过来 就那个前台词就是我说我不是上 你偏要我上 对对对 就那种感觉 特别那种 你今天到底是真的想找工作吗 对 我今天是来找工作的 包括我第一个环节我也想问 你上一份工作是因为你住在北京的西南 西南角 然后公司搬去东北了 你就不想去了 所以你现在找工作是不是必须是西南呢 那个倒没有 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还是 多大范围 就是地铁的话一个半小时吧 不好说 不是 那你现在就有个问题了 比方你找的工作还是东北五环 怎么办 因为你现在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公司搬迁嘛 但你现在找的工作 我们公司就是在东北五环 你不来还是说怎么样 你还是考虑一下 是这样的 就是关于距离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说岗位还有公司的情况 确实我们双方都是符合的前提下 搬家是有可能的 对 但是上一公司确实是因为我综合想了一下 然后就选择离职了 这样啊 这个你辞职了吧 对 我辞职了 你跟你的上司是怎么说的呀 我就说 比如说王老师您好 然后因为公司整体搬迁的一个原因 我经过慎重的一个考虑 然后现在就是不能跟公司继续共识下去了 所以提出一个离职 就你说的这么官方啊 就你经常跟你在一起工作的上司 你也说的这么客气 嗯 还好呀 就是我们都是 如果把它随意一点说 因为你们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嘛 更亲切一点 你会怎么说 嗯 我没有说过呀 我基本都是这么官方的 你都是一直这么官方的 我总觉得你好像来自一个 官方的播音主持站在那里 回答问题请你慢慢听我来讲 再换一下 我不是你的上司 我是你的同事 你说你要走了 你不干了 你怎么说 哎呀 老徒啊 那个公司要搬家了 我这不能跟公司一起去了 你在公司好好加油啊 给公司继续 我的天哪 还要加油 还能不能再随意一点 再随意一点 你要走啊 那个我辞职了啊 咱有缘江湖见 拜拜 这个做菜太没逼出来的 我来想说一下 我仿佛听到一个戏剧的感觉 就是他的心里话 来 职场新商课堂 如何看待某公司要求员工签奋斗者协议 包括自愿加班 放弃带薪休假 加班费 能力不足 接受公司淘汰等等内容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去想跟主要负责这一块的一个领导去沟通一下 我认为加班这个问题是如果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能够高效地完成我的工作的话 我还是希望能够按时进行上下班的 但如果说工作需要确实是需要加班的 不用公司说我自己就会主动去加班 第二点 放弃带薪休假 我觉得作为一个员工 给公司去进行创造一定的价值的话 我们应该是可以享受这个带薪休假的 你直接说你不加 你不签不就行了吗 说这么多干嘛 签不签是一回事 但是我想把我的想法跟您沟通一下 那就是不签咯 签还是不签 我希望是跟您沟通完之后 你要是不签的话 公司就搬签 你干不干 那我考虑一下可以吧 宇童是一直给我们感觉 就是不太想正面面对冲突 所以其实从你回答这道题 肯定是减分项的 情商不够高 要么你就直接说 他的这个条件和要求 不太符合劳动法的规则 我不认同这是一家好的公司 所以说如果不是好公司 我就没必要跟老板再去争取 该怎么样改的条件 我可以看新机会了 这是你表达你的态度 从始至终你很多观点上 给你表达态度的时候 你都含糊 魔能两可 不知道你在实际工作上 会不会是这样 他就这性格 他为什么不愿意 直接面对矛盾 说任何事情都保有一定的空间 他就是希望 在任何一个情况下 话不说错 也不求完全对 我只要不错就行 他的回答恰恰是回避了问题 小吴 我都着急死了 你为什么在这个场上 非得要面面俱到 把所有的人的问题 都要尽可能地回答得滴水不漏呢 其实那十一家 根本就没有你合适的岗位 你最近的一份工作 就是严学旅游 在这个行业里面 给你匹配度最高的 就是我这个公司 如果说你每个人都回答 你就要求每个人 都回答得完美 都给你留机会了 你就没有机会 因为没有听到 你任何专业的总统 你已经不止一次地提醒了 他延续旅游的事 对呀 但他就是没说呀 就是对你没有 对不对呀 就是人家对你没有信心 他要这样 你有信心 好 姑娘 我从现在开始 我不懂你好吗 我以前任何选手 我都觉得我能懂他们 今天我不懂你 因为我本来 我觉得你的耐心 你的任性 你的服务 最适合就是旅游行业 我现在不懂你 有些事情 给他自己的意愿来表达 我们不管前面面试的 有多么的糟糕 或者是不明朗 第二轮选择之前 其实你还是可以再明确 我现在可能比较倾向于 像市场拓展 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是相受类的吗 原因是 我觉得市场拓展 这个是能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不管是沟通 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真的替你着急 你不能说我在学东西了 你不是职商小子 可以了可以了 我们已经给了足够多的机会了 最后一个问题 朱家英 你刚才指的市场拓展 是不是销售类的岗位 营销类的岗位 对 OK 好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曹熹 你不是懂别人吗 你没有灭灯了 我 对 我释放出橄榄枝 人家不接 来吧 灯亮起来吧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会吃哑巴亏 吃哑巴亏的意思就是 心里想什么 却偏偏不说出来 让别人去猜 但其实你也说了很多 却一直没有让我们感觉到 懂你 或者是知道你想要什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相亲就是失败的 所以以后呢 还是打开自己一些 你不说吃亏的只有你自己 好的 谢谢过来 这次准备好了再来 再见 好的 再见